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 让我们踏上寻访苏寻之路 少年喜奇迹 骆驼安马间 他能写出这样的诗句 必是非凡之人 纵目是天下 爱此与宙宽 我更愿意周游天下 看看天下的误物 我始终认 为一身谋则愚 为天下谋则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苏哲这样能够如此丰满 而鲜活地承载 我们人生理想的不多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这是对家的眷恋 心不动 此间自有千军众 这是浮沉之后 人格的祭奠 首期初心始终不变 这是对家国的承诺 这是四川眉山一个人家的小故事 但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手笔 二十七始发分 二十七岁那年啊 苏寻结束了自己的游侠时期 潜心读书认真教子 这段故事呢 后来还被写进了三字经里 弟弟苏哲说过 手足之爱 平生一人 哥哥苏氏也说 四海一子游 他们三人 是亲人 是师友 也是知己 一门父子三次课 老苏大苏和小苏 三苏的文章 经由文坛盟主欧阳修的推荐 一时间在京城争相传诵 时文未知一变 至此 北宋文学进入巅峰时期 欢迎两位老师 张大师好 吴老师好 欢迎两位加入我们的探访团 访一代宗师 寻千年文脉 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全新推出的大型文化激播节目 宗师列传 唐宋八大家 今天我们探访团 将穿越前往会见三苏 哎呀 说到这一家子的人 你想唐宋八大家里 他们一家就占了差不多一半 我一想到要去看 我的偶像苏氏 青少年时代的样子 就心跳加快 那在我们出发穿越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三苏 给我们今天留下的璀璨归宝 来 这边请 宗师列传 唐宋八大家 有耕耘美丽中国 共创幸福生活的 中国农业银行 独家冠名播出 唐宋八大家 盛世青花狼 宗师列传 唐宋八大家 有赤水河左岸 庄园酱酒 青花狼 独家特约播出 第五代青花狼上市 扫描屏幕二维码 关注青花狼 官微 官博 参与百万豪里 有奖互动 来 两位请看 接下来我将为两位 抚擒一曲 我们携耳恭听 这把古琴啊 从形制上看 应该就是 如雷贯耳的雷琴 就是古琴当中 最金贵的 应该就是 唐代的雷氏之琴 好像据史料记载 苏氏曾经收藏 和鉴赏过一把雷琴 叫九霄桓配 对 你说的这个词 用得特别地准 收藏过 我记得他们考中 进士以后 然后回老家丁母忧 在苏询 苏氏 苏哲父子仨 一起在乘船 回京城的路上 苏询就弹琴 然后苏询 写了一首著名的诗 《周中听大人弹琴》 赞叹苏询的 情迹很高超 来 这边还有一件东西 两位请 这是一方雁 在这个雁的雁底呢 有血糖两个字 所以熟悉苏氏的人 一看就知道 当年那个 因为乌台事案 苏氏不是被扁黄州吗 在那个地方 他给自己找了一块地儿 然后命名为东坡 在东坡上建了一所书房 就叫血糖 这个一页讲起来 也挺有意思 除了正面有血糖两个字 两边都有 还有名文 记录了他购买的 这个情况和经历 您看看 萨老师那边有 温润可爱 对 有这几个字吧 对 对 是的 温润可爱 他一看就喜欢上了 买了以后呢 送给自己的儿子 长子 苏麦 而且呢 这个连购买的钱 这上都记录了 富麦 以为书氏之柱 嗯 五百名 五百 对 五百名 这写的价格 对 根据当时的物价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啊 这方血糖宴是国家一级文物 现藏于杭州市林平博物馆 啊 那接下来在我们出发之前 我们还是来确定一下 我们即将要穿越的 三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画面 应该就是苏寻邪二子 赴金应世的故事 为一身某则鱼 而为天下某则智 自来京城 我父子三人 以文章则名 还希望能以平生所学 为国家所拥 苏寻读的这篇应该就是沈迪 而且刚才这一句让我们直面了 他用事报国的政治品格 回首向来 这应该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苏室苏东坡了 而且这个时候他刚刚经历了人生当中一个巨大的挫折 背贝殿荒州 七十余年 真一梦 如今傅兄走了 曾经的对手也走了 就用这应兵遗老传 为这个时代作传了 苏哲 在尹川定居 因为身边的人所剩无几啊 于是他给自己的房子呢 起名叫遗老斋 字号 尹兵遗老 这个时候的苏哲啊 已经是北宋的最后一位文好了 其实在苏哲过世之后十二年 北宋就灭亡了 所以我是绝对不会把这个时间节点 作为我们穿越的第一站 我不想那么早去见证这份孤独和苍凉 如果要想知道三苏的故事 最好的起点 其实也就是他们的开端 可以说是家幼元年的东京 从他们明冻京师的时候开始吧 请 这繁华的东京 真是活脱脱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 我最喜欢看东京梦华录 这回真的是梦回大宋 这就是东京最繁华的一头商业界 上次咱们不是看了北宋东京的繁华夜市吗 但是上一次光看没吃 只饱了眼福没饱口福 这次我背足了 请你们下馆子 好 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北宋 东京餐饮行业的繁华 好 而且一边吃咱们可以一边打听 老苏大苏和小苏 对 这个餐馆四面八方的客人 消息灵通 对打探消息最好的地方 走 好 本店招牌青瓜两口 好多酒楼 这怎么选 我觉得这家可以 看上去非常的高大上 客官 您是想喝酒吗 对 那得去正点 客人请 三位 三位请慢步 我家酒楼就在不远几时不处 也是正边吗 那我们家有别的特色 我们家的羹汤不限时不限量 免费攻击 免费 三位一看便是文雅知识 我们家可以边赏乐边品尝着美酒加油 那才叫惬意 去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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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羹汤 去我家 等一下 等一下 咱们仨呀出来乍到的 人家这么热情 你拒绝哪家都不好意思 要不咱们仨一人去一家 好不好 我别别别 我都没想 我都没想 听您的 您定一个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要去还是要去正面 对 对 其他的店我们改日再吃 改日再吃 谢谢 那不见不散客官 客官 客官三位 这北宋的餐饮业卷得太厉害了 里面请 欢迎诸位光临 来 杨老师 好 这地儿安静 好 诸位请坐 您坐的那可是买单的地儿 我们铁带在你那儿 诸位今天想吃点什么 您这招牌的是有什么 对 您给推听一下 好 我们店有水晶筷 酸馅 冬华炸 千里巴 水晶巴 盐花鸭签 洗手蟹 都来一小份 没没没没 那钱袋子在我这儿 你 当然 还有我们本店的招牌特色美酒 青花狼酒 好 此酒醇厚优香 回甜未尝 咱们东京城的官人们喝了都说好 各位客官 不妨一试 来一壶青花狼 好 然后再搭配一点你们店的招牌菜就行 对 好嘞 各位稍等 好 马上来 他这个小二在宋代叫九博士 这得考多少年 哈哈哈 哎来菜来了 哎来来来 来了 我们这高好鸡肠碌碌 哎呦三位可是第一次来啊 对啊 对对对 是那这两点小菜赠予你们免费品尝 哎呦啊 还有赠品 会做生意 会做生意 哈哈哈 您这平时生意就这么好啊 哦 这不明年春天要科考了吗 哦 这各地的学子啊 陆陆续续进京 考试多 准备考试呢 这不生意就 哈哈哈 跟您打听事 您听说过 从四川眉山来的苏氏父子三人吗 哎 经常听这里的客人提起过 嗯 但是还未曾见过 他们可能偷偷来过 他们也不认识 建家不认识 能力很大 但不知道长什么样 对 行行行 那你们先慢慢品尝 好 我们自己喝着 有事你们吩咐 谢谢 我觉得苏群苏公说的没错呀 这契丹对于宋朝而言 不仅仅是外患更是内忧 太巧了 他们讲的就是明允先生的文章啊 苏公指出 对于契丹的政策 应当是停止蜀卖和平 早一日停止 这祸害便会减小到最少 这是政论的 这是政论的 不如啊 咱们去楼上 请教一下欧阳修欧公吧 听闻他此刻 正在楼上仰金喝酒呢 哎呀 来着了 欧公在 没想到欧公居然在这个酒楼里 没想到 这真是巧合 啊 其实 我觉得啊 待会咱们倒不如 到楼上去找欧公 打探一下啊 这个三苏的消息 太好了 欧公对三苏是知遇之恩 对 我估计他有消息 对 打扰一下 几位学子 啊 刚才听诸位言谈之间 莫非是认识四川眉山苏寻苏明允 在下倒是曾有幸见过一次 啊 苏公可谓是当世奇人 年少时曾游荡不学 直至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苦读 如今文章能有如此造诣 我等着实钦佩 我想问一下 苏明允为什么到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读书 这 听闻啊 苏公自小是同哥哥们一同读书 其父苏续对于哥哥们的学业极为严格 唯独对他是不曾过问 直到有一天 他无意中听到了妻子程氏 与杨家人的谈话 这才决定发愤苦读 哦 苏寻年轻时 不喜生育主对之学 因而放弃读书 广由明山大川 阔论天下大事 直至二十七岁时 才重新拿起书本 发愤于学 没想到这次远游如此尽兴啊 此番回来才知道 看遍天下 还是属地最为灵袖啊 前方就是齐山 想来诸葛武侯当年乏位 便是从此地出兵啊 武侯好生令人惊讶 要我看诸葛亮用兵不过如此 苏萱 你在胡说些什么啊 诸葛亮每出骑兵 都与魏国对阵 失败是必然的 要我看 应该先攻最弱的 再攻最强的 取天下 取一国取一阵 皆如事业的 苏将军 何事带我等很早弃单啊 我若出生于将门 必将领军扫北 匈奴寄警恕应尽 明年应入葡萄宫 好 明年应入葡萄宫 你是不是应该先进行于科举啊 张英雄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四十有明法而不义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生律处对之学非真本事 我更愿意周游天下 去看看天下的大美 也看看天下的忧虑 那你的前途就不考虑考虑了 甲仪 管仲等人 也没有参加科举啊 好好好 你自有你的道 走 等等 最后科举应该我买马 这匹马多钱 这个是 贵了点吧 这都是好马 来来来来来 你来来来 你家夫人赚些家用不容易 这马就别买了 无妨 是匹好马 把马鞍钻上 买了 好的 来来来 宿明爷爷心得一马 不如赴诗一首 对对 赴诗一首 少年喜奇迹 骆驼安马间 纵目视天下 爱此宇宙宽 山川看不厌 浩然遂忘还 夫人 夫人 快来看 官人此番出游 为何性质如此之高 我买了一匹马 怎么样 道也漂亮 不知多少钱呢 只花了十罐钱 怎么了 这马如此之贵 罚你一个月不许吃肉啊 那也无妨 我在路上做了首诗 我念给你听听 少年喜奇迹 骆驼安马间 纵目视天下 爱此宇宙宽 山川看不厌 浩然遂忘还 完了 还没做完 好 官这诗 写得甚好 只是不知后患如何 我想好了 以后我要把去过的每一个地方 所见所闻都填进这诗里 这样夫人就能如见其景 如临其境 好 好 我先去调教调教这匹马 走 妹妹 我们出身名门 若是你开口 父母绝不会让你受半点苦 何必再次苦苦煎熬 整日过得如此节衣缩食呢 若是让世人知道 我的官人非得依赖他人之力 方能一世无忧 那让他如何能抬得起头呢 俗询都二十七了 连个功名都没有 整日四处游道 不管家里 妹妹 听我一句劝 早日回家吧 少年喜奇迹 骆驼安马间 纵目视天下 爱词宇宙宽 哥哥 他能写出这样的诗句 必是非凡之人 那又如何啊 若不是你一只苦苦支撑家里 这苏家 恐怕早就难以为及了 更何况 你现在还有了深渊 不能再继续吃苦受累了 哥哥 有朝一日 他的成就 必定超过哥哥 他能写出这样的诗句 必是非凡之人 这些天我不在家 你辛苦了 你爸妈卖了 我一向姿势身高 不愿可举 平生未有见数 只知道四处游乐 如今也二十七岁了 却一无所受 我想为家里分担 我要可举 只是我这一走家里头 家里交给我 官人只管专心地可靠 夫人以我身孕 为何不曾告我 我原想等你此番回来 再慢慢地讲语里听 我知道 夫人是忧虑我 不能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昨夜我做了一个梦 梦前有架马车从我肚子里飞出 不知此默何意啊 恐怕夫人是让我把那匹马再买回来 公元1035年 长期在外游历的苏巡回到梅山 决心读书参加科考 这个故事被宋人王应林编入三字经中 苏明允二十七始发份读书集的故事流传至今 苏巡少年时代他不是没有学习能力 他是没有学习的动力 因为那个时候科举考试需要的那些什么声率呀 计问之学 不是他擅长的也不是他喜欢的 他不感兴趣 所以在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之间 他选择了后者 是 我听说那个时候 这时代的苏巡基本上就是纵情于山水之间 就像他诗里写的一样 少年喜奇迹 骆驼安马间 纵目视天下 爱此宇宙宽 所以那个时候的苏巡相当于是一个旅友 偏好户外休闲 是的 是的 后来苏巡考上了吗 三次考试屡试不定 也算得上是屡败屡账 而且他正好在这个节点吧 你看他之前他也不是没有去参加科举考试 他哥哥考中近视了 他没有考中 他其实也有尝试过 再加上陈夫人的那种贤民大度 把所有的家务活都拦在自己身上 然后说你一心一意 只要去读圣贤书就可以了 既然如此 咱们还不如像那几个学子一样 待会也到楼上去拜见一下欧公 好 从他那打听一下 对 欧公对他们三个太熟悉了 对 是的 是的 好 来 好 来 哎呀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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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请坐 来来来 诸位来找我有何事啊 这段时间啊 我们在京城也听说 今年的科举考试 有来自四川眉山 对 苏氏父子三人 他们当中父亲苏巡的文章 听说您之前就读过 所以特来请教 想听听您对苏巡文章的见解 确实 我之前读的文章不少 苏巡的文章 竟然能够让我读得 酣畅连临 尽兴致致 我看 他比贾怡 刘相的 也不像上下 有情汉古风 那在您看来 苏巡的文章 它好在哪儿 苏巡的文章 不肯上下 出入尺寿 苏巡骨 尔鱼金 言必重 当世之过 他陛下的文章 就像 骨可疗鸡 药可治病的一样 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欧宫果然是一代文宗 一鱼重地 对 他有望名扬天下 其实 明允先生写文章 和您的枝骨鸣道的主张 不谋而合 对 但可惜 就是明允先生这样的大才 也是律试不重 酒困科长啊 对 好在书工 也不值于 公民 对 据说 他在第三次科技考试失败之后 居然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 忠乎意料的举动 苏巡二十七岁开始 发奋读书 前心向学 然而屡事无敌 真想不到 数载寒窗 到头来 还是一场空 别这么说 今天不如意 下次再来吗 好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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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是膝下的世界 如今的膝下 已经是我打送的进来 让开我 膝下虽非大煲 亦非如谋引穴之国 然而此乃 东京玉门 天子卧榻之处 只能尔等放肆无礼 vens'll be 远 启 我 放开我 只 Est sleeves 拉前 聊天 I love你 够了 我 我 仇社 算理 读读你心绪的诗吧 此番进京 又有什么新的见解 道逢陈吐克 喜酌无侠痕 镇边入京诗 累岁不得关 关人这几日放在枕边的书 我倒是读了两篇 一是苏晴游学数年 贫困而归 家人皆孝志 二是张仪遭楚人侮辱 被鞭榻数百 狼狈回家 不知这二人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苏晴配六国相印 张仪拜秦国宰相 夫人的意思是 我就是说说故事 是让关人开心吗 今年卷 今天我找 demasiado 再看 Thrall 進 嘈 靠 蒙 不 stock 不 这这文章不能烧啊 萨的你真是干什么 不能把这文章烧了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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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文章呢 不能烧不能烧啊 夫人来了 夫人 谁都劝不住 你快劝劝她吧 照板天了贼 都烧没了 真可惜啊夫人 是 不是 快劝人家吧 他们这么疼 我眉山苏明允 今天焚烧科举之文 不再考试 请深谓替我做个见证 夫人 夫人 你赶紧劝劝他吧 不能放弃啊 天下危难 我大宋外有四仪不能治 内有贤粮不能相用 古之圣贤 为一身谋则愚 为天下谋则治 我决定闭关苦修 以文章献事 起玩了 齐楚 燕 韩 赵 魏和秦 谁的领土大 六国大 就算了啊 六国大 为何六国还输给了秦国 因为陆秦 那如果不陆秦 六国应该怎么做 倘若以陆秦之地 封天下之谋臣 以释秦之心 以天下之奇才 并立西相 则无恐秦人 时之不得下燕也 是啊 勾以天下之大 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 是又在六国下语 据记载 苏巡在 坟去应世之文数百篇后 闭门苦读 考究古今治乱之理 写出了六国论等千古名文 同时 他还特别注意引导二子读书 至此 中国文化史上 一门父子三慈客的故事 正式拉开了序幕 明宇先生 真是一位奇人啊 如果我们三个人 想去拜访一下苏家父子 不知能否得到您的引荐 哦 现在恐怕不行 哦 苏巡现在正在辅导 苏氏兄弟备考 哦 在几个月前 就已经闭门卸课了 那确实不方便去打扰 是 等盛事结束之后 到时候再来附上一句 好 即时我会邀请三位同来 那太荣幸了 如此甚好 多谢欧公 好 感谢欧公 好 其实我看到苏巡啊 让我想起当年我们高考 结束之后 很多同学 把自己的习题集啊什么的 撕了个粉碎 然后从楼上一洒而下 把心中的这种几年来的压力 倾泻而出 但我觉得苏巡这个还不太一样 你想古人对于自己的文章 是很看重的 他们一般都是希望能留下来日后编辑成册 那是以为子孙呢 他那个是要改应试之文 为应识之文 以前是为了应付考试 考试让我写的什么样的文章 按那个套路去写 现在我不 我要为时代把脉 所以你看他加油元年带着自己 后来的得意的二十二篇作品 去拜业欧阳修的时候 欧阳修是大为上师 因为他的这个文章的主张 跟欧阳修不谋而合 对 而且你看他这二十二篇文章 十篇是全书 这是兵书 战策 还有十篇是横论 是治国理政 你说欧阳修是何等样的人 他眼中阅人无数 但是对苏巡亲眼有加 一下就看中了 惊为天人 这不是偶然 当时有人把苏巡推荐给欧阳修的时候 也说的是不是 是王左之才 你看我们大家现在最熟悉的那篇《六国论》 你看他看上去是写勤灭六国的一个历史现象 所以他其实就是说你北宋王朝 用财务去贿赂契 贿赂西夏 这不是长远之计 引证止渴 后来的历史其实也证明了 他是有远见着实的 他这个耗脉耗得很准 开出来的方子也是一剂良药 那当然 对 我们说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对 除了《六国论》以外 他还有一篇著名的代表作《管仲论》 对 他就提出了一个特别有名的观点 就是夫公之臣非臣与臣之日 也就是说这个臣公它是怎么来的 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是积累的 那么这个为什么最后齐国灭亡了 是因为管仲没有给齐国留下人才 这个文章实际上是很犀利的 也是有现实的这种观照的 也就是说你看我要借古人的酒杯 交自己的快蕾啊 你看我们现在大宋内忧外患 是吧 需要人才的 但是我苏群恰恰没有人发现我 来用我 遗憾了 所以苏群的文章真的是 大舟六经百家之说 以考至古今治乱成败 它是博览群书 又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然后还对于当时的国家和现实 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非常了不起 所以他在那几年埋头苦读当中 一方面是从诸子百家当中 感受到了那种前人的思想精髓 另外一方面这种思想精髓 也打开了他的胸怀 也打开了他的眼界 是的 所以多读书 而且踏实下来 钻进去好好读书 读一流的书 这是给我们今天的年轻人 一个启示 对 我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在唐宋八大家里 苏群是最难的 就是他的崛起是最不容易的 因为他是落榜生 他是不一 他不一的逆袭 你看那几位都是高考状元 所以你想一想 这个落榜生 要想跟韩宇欧阳修这种人相提并论 谈何容易 所以这个阶段我发现 其实苏群人生的重心 也慢慢在转移 是 一方面自己的学问 自己的文章还在继续 另外一方面 他看到自己家中 这两个孩子身上的光芒 两个麒麟耳 对 这是千载难逢的奇才 跟我现在一样 主要目标是培养下一代 是 所以苏群是如何培养出像苏氏苏哲这样两个千古大文豪的 一家出了苏氏三父子唐宋八大家里占了将近一半 这是个奇迹 我们还是去当时放榜之后的东京看一看当时的父子三人 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好的好的 见证 见证他们的高光时刻 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有耕云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的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唐宋八大家圣世青花狼 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有赤水河左岸庄原酱酒青花狼独家特约播出 第五代青花狼上市 扫描屏幕二维网 关注青花狼官微官博参与百万毫里有奖互动 欧宫的家 莫敏有些紧张 都见过了还紧张啥 偷嚷了 诸位是 我们是欧宫的好朋友 此前曾经相约会面 今天正式前来赴约的 还劳烦足下通禀一声 诸位请稍等 诸位请稍等我来 好谢谢 走走走 看看咱们运气怎么样 有人抚擎 高山流水之音啊 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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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六 老五 老五 好曲 好曲 此曲只迎天上有啊 人间哪得几回闻啊 这位就是苏明语 晚辈萨贝宁 拜见明语先生 杨宇拜见明语先生 晚生古曙光拜见 必然苏寻 诸位 请 谢欧宫 欧宫 多日不见 今日登门拜访 多要打扰啊 无妨无妨 欧宫一脸的喜色呀 是啊 今日明语虽在 但是不巧的是 二位公子 今日正好去行 拜皇甲之礼去 好事 好事 对对对 萨君 有力甚广 今日 过奖过奖 二位可以好好地聊一聊 久仰明语先生大名 今日得以一见 实乃晚辈之心 愧不敢当啊 刚才听把先生抚情 那真是余音绕梁啊 情声当中既有大气 又有细腻 既有庄严肃穆 又不失纯和温厚 过奖过奖了 家乡有雷势之琴 进水楼台 年少之时 学过棘手 这位见笑了 您过谦了 您的情意 是少有人能及啊 聊了这么半天 忘了贺喜苏公 这个苏公 二子同登进士 现在满城传颂的都是 苏氏文章善天下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莫道登科义 老夫如登天啊 莫道登科难 小儿如实见 两个儿子 确实是比我这个老头子 强多了 诸位 见多识广 日化二子 还望诸位 多多指点啊 你太谦虚了 我们啊 都是从小被他俩指点大 是 熏父游能为后生 丈夫未可青年少啊 您一家三位 都是千载偶像啊 所以我在想 这二子能有今天 这样的才华出众 与您的尊尊教诲 肯定是有密切的关系 哦 哪里哪里 我们也一直听闻 明允先生和夫人 教子有方 不知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二啊 夫人倒是对二子的教育 很是上心啊 嗯 记得两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 我们一家出去游玩 犬子爬到树上 去摘风阳回来 哦 看到鸟窝 正欲下手 夫人狠狠地批评了他 公元1037年 苏氏出生 两年后 弟弟苏哲出生 苏巡与成氏 对两个孩子悉心教诲 对了 你看那里有个鸟窝啊 我还有一鸟蛋 我看看 母亲 我们想去看看鸟蛋 你们还有好多小鸟 快放回去 听话 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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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娘跟你们说啊 记住了 上天有好生之德 不许不娶鸟雀 也不许捉鸟蛋来玩 记住了 记住了 好生之德恰于鸣心 你们母亲说得很对 正好 我有道题要考考你们两个 谁答对了 我带谁去饮香银子 庄子记载有一种大鸟 有一种鸟 有一种鸟 名字叫鹏 背像大山一样 翅膀像垂天之云 可以飞九万里 绝云气 赴青天 鹏要飞到哪里去呢 有的小鸟看见它 跟着嘲笑 我在鹏浩之间来去自如 干吗要飞那么远啊 是啊 鹏能看到的天下 小鸟永远看不见 这道题 九二郎答得快 算你胜 爹爹四处周游 我想知道 天下之南是何处 穷州 静海阳波之处 天下的尽头 那天下之北又是何处 是辽国 又称契丹 契丹是冰铁之国 起于白马青鸣之后 辽国我也未曾去过 有机会我一定带着你们 一起去看看 好吧 穷州 那你想什么特产吗 特产应该是椰子 那辽地又有什么特产 是果子吗 你就知道去 相影的让给你可好 好 看着外边的景色 让我想起去年冬天作得一首诗 给你们念来听听 是 鹿鸟窥窑浪 寒风略暗沙 鱼人孤惊起 雪片竹风霞 怎么样啊 你们能明白史里的意境吗 我觉得我吃这个句子 是不是应该改一下 只因为有点平淡 我也怎么觉得 苏家小子 你们有什么小话说出来 先生 我觉得后两句改了会更好 说来听听 改成鱼人孤惊起 雪片落尖佳如何 小子 小二郎 你不如做我的老师吧 我不敢不敢 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才学 难得 难得啊 鱼人孤惊起 鱼人孤惊起 雪片落尖佳 那个松树像不像一个罪汉 我们也来学先生做事可好 过来过来 田松炎氧如醉 下雨凄凉四秋 轮到你了苏家小子 有客高银拥笔 不能共吃 馒头 哪里不对 滑稽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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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人孤惊 不是 还生气呢 无人共吃馒头 看似突兀 却和上下文毫无相悖之处 雨天的庭院 客人在吟诗送剧 那桌上的馒头凉了 俏皮可爱 何者押韵 此话当真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你性格向来质朴 从不掩饰 但往往却语出惊人 回家吧 走 走 你们两个该起名字了吧 就定在下月初五 好 好 走 九二老 九三老 今天爹和娘 要给你们两个起名字 你看这驾马车 车轮 车扶 车盖 还有车枕 它们对车都是有用的 是 就是车前的这个横幕 它虽然看起来没有用 但是少了它 它就不是一辆完整的车 你将来定会明冻于世 切记不要丛林外落 就算了 天下的马车莫非寻折而行 马车跑起来 虽然不是哲的功劳 但马车一旦出现失误 也绝不是哲的错 哲哲 善于处在福祸之间 你会随着车哲 去到很远的地 苏世苏哲 爹这一生 没有什么经验传授给你们 但有一句话 我希望你们两个记住 为一身谋 则鱼 为天下谋 则智 为一身谋 则鱼 为天下谋 则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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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人久等了 夫人 孩子们 准备撑刮了 寡人此番 必强成名 我在眉山等你的消息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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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二郎啊 你睡觉不踏实 你要小心着凉 知道吧 岳凯 有三郎 你自幼肺弱 万万不能受害 可记住 我记住了 你身子弱 也要好好歇着 妙没事 妙的两驾马车 就要远行 好 夫人放心 走吧 母亲 母亲 我们走了 儿啊 儿子 必不复之 宝人 那首诗 夫人 我会继续写下去 等回来 都与你听 公元1056年 苏氏父子三人一同前往京师 经由欧阳修推荐 苏巡的文章轰动朝野 次年 苏氏 苏哲 高中进士 然而 就在此时 家中传来了城市病逝的消息 苏巡 作季王七城市文 情真意切 我除今师不远当还 阶子之去 曾不虚语 子去不返 我怀永哀 反复求私 亦子复回 没有完美的事情 非常遗憾的是 他们的母亲 陈夫人 因病去世了 没有听到这个最好的消息 所以父子三人 在京城也没有待很久 只好就回家奔丧去了 他们都没有见到陈夫人最后一面 是的 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这个也改变了苏巡的那个心境 对苏巡的改变可能更大 对 但是我在想 中国人常说 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这个确实是有道理 你看后来苏氏写了很多 关于人和自然 如何和谐相处的文章也好 诗词也好 其实就是从小受到了母亲 对于她教育的影响 对 他们幼时可能陈夫人承担的 那个教导的 那种职能更多 对 对 因为陈夫人自己是书香门第 保读史书 诗书 对 经常会跟苏氏苏哲兄弟两个交流 对 所以在苏氏和苏哲成长的过程当中 陈夫人真的是给了极佳的引导 但是刚才大老师说 七岁看到老 苏巡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远见 你看他写那个名二子书 他说我为什么给苏氏取名叫氏 对 给这个苏哲取名叫哲 他就说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他们才十几岁嘛 就你车跑得再快 跟车哲没关系 但车跑快了翻了 车哲也不承担 是 是吧 霍福之间 后来他们在仕途上的成败进退 果然跟他们两个的名字 你看形成了一种呼应 但是我后来读这个故事 我又有新的一层理解 我觉得苏氏这个氏 恰好就是他一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把手 一个抓手 就是他的文学和艺术 如果没有文学艺术 他早就掉到车外面去了 我们都说苏氏一生霍达 整个人活得通透 那是因为他有一个牢牢的抓手 他始终有文学有艺术支撑着他 所以我觉得是也可以这么理解 讲得好 而车呢 一辆车开过去 他只留下一道车车 他其实还是用现在话讲蛮轴的 是 有的时候在政治上 在对人处事上 他的那种刚直不阿 就是不是说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你对我好 我不一定对你好 我只认死理 就是他有的时候那种轴啊 就像车轴一样 他压完了以后 那个印子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他不会随意改 苏氏的名字说 我的印象特别深的是 好短 嗯 对 只有几十个字 我足一百个字 绝对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 一个多余的废字 所以这就是欧阳修所欣赏的 言之有误 对 对我把事情说清楚了 情感到那了 该收就收 所以这苏门一门三劫究竟是怎么练成的 我觉得咱们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要不回到他们当时生活过的四川眉山 去看一看他们最初的足迹 好呀 或许能找到答案 好 好吧 跟地域文化一定有关 对 是 来 您慢点 谢谢 谢谢 这就到眉山的老街了 哦 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哪 虽然交通不便利 但是四川从古到今 那都是非常安逸的地方 唐朝的时候 四川盆地就已经是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了 四周的高山就是四川的屏障 几乎没有说到过战案的气息 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也是避难稀俗 对 梅山呢也是行胜之地 山不高而秀 水不深而清 人杰地理出人才 这条街都是卖的是纺织品的 这条街叫沙湖航 是属中著名的丝绸的集散地 说起这个事情来 当时苏群二十七岁 开始八分读书的时候 家庭的经济收入的重担 全都落到了陈夫人身上 所以他就在沙湖航老街租了一个小铺面 开始来做丝织品的生意 陈夫人当年也挺难为他的 你想他当年为了开这个店 好像是把嫁妆都给卖了 对 但如果要放在今天 像陈夫人刚开的这种叫小微企业 你就不用去变卖嫁妆了 今天的小微企业一开始就可以用信用 向中国农业银行贷款 而且随着你后边这个有了纳税 有了交易数据 这些数据还能够帮你借到更多的钱 这是那个鼠绣吗 很有名的鼠绣 中国四大名秀之一 漂亮极了 鼠地为什么四织品这么发达的 跟当时海上丝绸之路打通 其实也是相呼应的 它相当于是一条产业链 百姓都因为这条产业链 而变得富有 这里还有胶子铺啊 纸币 北宋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张纸币 就是在成都 请一步 你看 腾市客硬房 这家店是蜀中最有名的刁板印刷店 因为宋代已经是刁板印刷书的一个巅峰 一位客官 随便瞧瞧 好 好 您这店是一边印一边卖 您说的没错 小店卖的都是市面上最畅销的文章 客官你要什么 立马给您印出来 诗巾 紫巾 兼佳 所以你看它这一张一张的印 显然是畅销书 是 这个四川还有一句话 千年诗书成 这不是陆游说的吗 对啊 叫运骑续秀当此地 欲然千载知书成 这个讲得多好 也就是说当时属地的人 衡量你的社会地位的高低 不是看你家有多少金银财宝 而是你们家有多少藏书 这个是重要的 那么苏家从唐代的苏未到 再到宋代的这个三苏几百年间 据说他们家的藏书有万卷之富啊 我们有没有可能自己印点我们喜欢的文章 给买下来 这自己好像啊 这是 您 您是怕我们把东西弄坏了 没有 弄坏了 我这照价赔偿 好说 那这样 我让我的伙计啊 教教你 行行行 体验一把 我们体验一把 华家 来 教几位客官试试 好 几位客官 这边请 就在这里吗 就在这儿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雕板 是我们之前已经使用过的 但是它是可以重复印刷的 您看 刷上一层木 均匀地图在雕板上 把白纸放在上边 拿刷子轻轻地刷 您看 轻 轻 云 而且多刷几遍 没错 小哥的技术娴熟啊 梅山就是宋代的时候 三大雕板印刷的中心 哦 书板是当时宋版书当中的名牌产品 对 把白纸接下 哎呀 真好 精品 接下来这张咱俩合作 可以 可以 合作 我来上末 对 你先看我的手法 你就知道平时我烧烤没干啥 对 对 来 谷老师 好 上纸 好 做了 做了 好的 刷子 刷子 好 用点劲刷 用紧 用点劲是吧 对 好 一看您平时就不烧烤 这么 我现在懂了一个诚语 叫做利透纸背 利透纸背是这么来的呀 从贝贝都看出来了 行 看看怎么样 起 走着 二 三 哎呀 获妥 这后人就看不清楚是什么字了 哎呀 所以这很难啊 我们要不把它买下来 肯定 来来 祈福请 对 我们把这几张就买一下带走 谢谢客官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讨扰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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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酒情声 嗯 苏群擅长盘琴 苏群擅长盘琴 对啊 而且他不是还收藏有一把九霄环配呢 是 我估计 跟琴行的人打听打听 没准能得到他们的消息 去问一下吧 就是雷氏琴行啊 就是雷氏 对 这位娘子 哈哈 打扰打扰 打扰 我们从京城前来 呃 想借问一下这个苏公 苏明允 您可否认识 我认识啊 他可是我们东家的至交 你看 问着了 行身的知音 能告诉我们他住哪儿吗 你们是 哦 我们几个人啊 是苏公在东京的旧友 旧友 好长时间没见了 特地从京城来到眉山 想看看他最近的生活 去拜访一下 苏家这两年的光景可不太好 前两年 苏公他带着两个孩子 进京以后 家里突遭变故 程夫人突然离世 这趟进京 三个人也没带回来什么官职 有人说 他们在京城名气很大 可这无凭无据的 谁相信呢 如果不是程夫人突然病故 他们此刻在京城 应该是一日看尽长安花 对 我们可以告诉你 这父子三人啊 其实已经不是 眉山人所听到的 明洞京师这样的说法 以我们所知 这父子三人 必将流芳百世 真的吗 当然是假的 但是还是想 樊老娘子 为我们指一下 他们的住处 您从这边往前指走 不远处就到了 谢谢 谢谢 多谢姑娘 多谢娘子 走 唐宋八大家盛世青花狼 《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 由赤水河左岸庄原酱酒 青花狼独家特约播出 第五代青花狼上市 扫描屏幕二维码 关注青花狼官微官博 参与百万毫里有奖互动 到了 打扰 不知阁下是 在下萨卫宁 我们三位呢 在京城与苏宫相识 很久没见了 今天特地来拜会 各位随我来吧 谢谢 谢谢 走 哎 苏公在哪儿 哎 刚刚辅完一曲哎呀 没有二福啊 家主有客来访 苏公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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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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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一路上啊 我们就听说 朝廷好几次下诏 让您到京城面试 准备让您做官啊这是 但是您都拒绝了 我这个人哪 属实 不愿于去 符合 繁杂的尺度和规矩 而违背自己的本性 何况 在以五十多岁的衰病之躯 不远万里 去考试求试 当然就更无必要 我更愿意在这里 写一些 言当事之要的文章啊 嗯 但您要是拒绝了朝廷 您这满院子的行囊 这是要办吗 实不相瞒啊 再过几日 我就会携全家千里属地 去往京城 一方面不愿意到朝廷做官 另外一方面又要举家搬往京城 那是为什么呀 我从京城返回眉山之后 因葬气之痛 辛勤苦闷 终日闭门不出 朝廷下诏 我便回绝了 直到有一日 我接到梅胜鱼的信 告诉我 日月不知老 家有除凤凰 白鸟急语意 不敢言文章 家中两位 帮忙出现了儿子 属实不能因我而居此地 我才下了决心 还有一个永远 诸位 看到我这个庭院中的木甲山了吗 对 刚才我们三个一进来 就看到您身后的这座木甲山 造型很奇特啊 不知您是从何处得来这样的奇物啊 这个木甲山呢 是我因一次机缘巧合所得呀 这木甲山造型独特 的确也是我收藏它的原因之一 不过我和这个木甲山之间 更多的是心形相惜之情啊 梅瑶辰曾多次写信给苏巡 请其回京映照参加考试 苏巡均与拒绝 在此期间 已经高中进士的苏氏苏哲兄弟 一直为智科考试做准备 智科考试是宋代朝廷 为选拔非常之才 而举行的不定期考试 荣登智科者 一般会被委以重用 我偷看了爹爹写给梅公的信 他这一辈子都好强 好不容易以雄文名扬天下 依不依之身 与公亲论交 却不得重用 内心是委屈的 哥哥 我们 真的可以 不顾爹爹自己去映殖科呀 母亲走后 爹爹就孕育寡患 此番聚招之后 更是实有悲愤之意 我担心他一个人 想不开 这以前啊 他还可以父亲排解 可现在 他心爱的琴 已经三年未享了 哥哥去考 我留下来 照顾爹爹 不可 子佑智学个年 你去考 哥哥 我在家照顾爹爹 说不定用不了多久 我就能受得他回心转意 一起去京城找你 你们想考便考 我能照顾自己 不需你们费心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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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有 人家可是和京城里的大官 坐在一桌吃锅饭的 听说就是在京城里讨官不得 现在他整天愁眉苦脸 我还听说他那俩儿子 中了进士啊 怎么没见有人敲锣打鼓 给他们苏家送个官啊 也是啊 这有块木头 瞧瞧 这木头情断也太奇怪了 每个几十上百年 长不成这样 老张啊 你这个木头 能不能卖给我呀 不卖 老张啊 我看这木头啊 跟我好像有点缘分 那你就不卖给我 这不是苏明月啊 难怪考不上 花了钱买这就会破木头啊 老婆留了这点家里啊 估计要被她败光喽 这木头你到底卖还是不卖 不卖 但是倘若苏明月看中了她 我送她便是 我看她的红论也绝非空言哪 与倾向相交而未得一官半职 那绝非盈盈狡狡之徒 有父如此 两个儿子又能差到哪儿呢 二子高仲 别人不信 我信 这木甲山 当送有缘之人 爹爹 爹爹 像不像 像什么 像不像我 我问你们 此乃何物 这是一块儿 样子奇特的木头 样貌 可不是她真正的奇特之主 她在发芽抽条的时候 没有死 长成荷豹之粗的时候 没有死 当她可作动粮之财的时候 没有人去砍伐她 被风拔起在水中漂浮的时候 也没有折断 没有腐烂 她从极流泥沙中出来 也没让侨夫把她当柴火烧掉 最后到了我的手里 真正奇特的是她的命运 爹爹能得到这块木头 更如命中注定一般 可爹爹为何说自己像她呢 我这辈子没有成为国之栋梁 但是也没有成为柴火 不就成了这样一个天下人 为官议论的东西 爹爹 爹爹 你们看这个是中风 旁边那两个不就是你们吗 你们兄弟二人也要像这沐家山一样 义气端重 不阿富他人 管他达官贵人怎么看 管他天下人怎么看 爹爹 那你的意思是 来 你们看 这三座风若要把它切开 还能叫一座山吗 不能 那不就是了 还不快去收拾行囊 我同你们一起去京师 真的 但是 我有两个要求 爹爹请讲 我要你们明天晚上和我一起 到你们母亲的墓前 和他说上一晚上的话 嗯 那第二个要求呢 我要跟你们比赛作诗 考诗 我考不过你们 要说作诗 我可是不会输给你们的 是 爹爹 公元1059年10月 苏氏父子三人 举家由梅山前往东京 一路诗歌唱和 由于走水路 自梅山至江林要先难行 因而 三人将旅程中唱和的诗歌 汇集命名为 《难行集》 其实程夫人去世之后 苏氏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梅山 那两年 我觉得他内心的变化还是挺大的 从一开始 希望能够有舞台有所作为 到后来朝廷确实下招 说你过来面试 看看有没有机会 你想朝廷再给机会 但是他一再拒绝一再拒绝 结果到最后突然 又毅然决定全家搬往京城 你们怎么解读他 这两年当中的这种状态 他回到梅山之后 那种心情是沉入了他 这辈子的最低谷 我觉得他以前的落地 可能都没有这么伤心 所以这两年多的时间 应该说是苏荀在 调整自己的情绪 调整自己的心态 甚至是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 那个时刻 你看他刚刚是说 他是有一种隐世和避世的 这种消极心态都产生了 他说无始世人之有翁 刚才一举成名天下之 然后回到梅山就说 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这个世界还有我这样一个老头子 他可能就想伴着程夫人 就在梅山终老了 但他又其实不能够 完全地忘怀世事 所以是这样一种情感和理智 就是在纠集 在挣扎 在斗争的这样一种状态 是 是金子就得发光 掩盖不住 朝廷接连给他下了两次 诏书 进京来复世 这其实也是一种荣誉 对 但是苏荀不去 他给欧阳修 雷简夫 梅姚成 梅姚成 都写了信 表示自己不去 可是呢 他还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 《上皇帝书》 这其实就是我们后来讲的那种 万言书啊 这不是一般的那种书 就是要对治国理政 提出国家大师 提出这种系统性的 纲领的这种东西 那不是书生空眼 而是金氏治国之论 差不多同时 王安石还写了一篇 叫《上仁宗皇帝书》 也是万言书 那你想 王安石后面是两次败相啊 这个苏荀以一个不一 写的《上皇帝书》 可以和宰相王安石的相提并论 了不起的大文章啊 这种万言书 有几个人能写得出来 我给你皇帝看一看 所以啊 我觉得他是经过了激烈的这个思想斗争 最后决定 我还是要到京城去 虽然我不一定参加考试 但是呢 我要到京城去寻找机会 同时呢 也为给两个儿子更好的舞台 所以举家 赴金 所以我在想如果说苏荀 她那一生 最后会有怎样的遗憾 我猜测 没能回到故乡 一定是奇异 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有这样的可能 如果要是能带着苏公 看一看今天的眉山 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她来讲 最好的慰藉 好 《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 由赤水河左岸庄原酱酒 青花狼独家特约播出 第五代青花狼上市 扫描屏幕二维码 关注青花狼官微官博 参与百万豪里有奖互动 这酒何能饮 去向怀独京 每逢佳节被司卿 又到重阳了 先生这是想家了吧 自六年以前 离开眉山 老夫是再也没有回家呀 也不知当年和夫人在院中栽下的黄金 有没有长高 那满池的荷花 是不是每年都盛开 更不知这眉山的乡亲们 是不是还记得我这个老头子 对于先生的疑问 晚生倒真是能给您一个答案 如果先生愿意耽搁一些时辰 可否随晚生去一个稀奇的地方看看 纵目视天下 爱此愚昼宽 既然是稀罕去处 别说耽搁些时辰 就是耽搁数日 又有何不可 好 那苏公请 苏公 苏公 咱们到了 您看看 您看看 扫君啊 这里的山川河流似曾相识 当年我们应该就是 从这里离开眉山老家 前往京城的呀 您说得对 这儿啊 就是眉山了 扫君啊 你是要带我回家 没错 但是苏公 我要带您看着 可是千年之后的眉山 和您那个时候 已经大不一样了 山川 看不厌 浩然 岁望黄 来 苏公 上车 我们看看 今天的梅州 现在这座城市 到处都是你们父子三人 留下的文化足迹 您就看这车上 这不都是你们文章里的话吗 现在眉山有苏巡路 有苏巡小学 苏巡中学 苏母公园 东托大道 到处都是你们一家族的足迹 千年前的眉山 养育了你们一家 但是千年之后 你们父子三人 留下了文化遗产 反骨了这座城市 现在眉山是 以文肃城 以文化人 以文兴业 这座千载的诗书城 仍然还是历久弥兴 而且日兴约役 苏公 千年前在眉山 我最后一次见到您 就是在这儿 今天我带您故地重游 这难道就是 当年我在沙湖行的老宅 正是 苏公 您到家了 请 有竹柏杂花 丛生满庭 众鸟朝其上 当年您那个生计岸然的五亩田 经过后世千百年一代又一代的修缮 现在已经是一百零六亩的一个祠堂了 对 现在这里不光是三苏的故居 三苏的纪念祠堂 同时还是三苏文化的一个起源地和传承地 苏氏小的时候 在他十二岁的时候 有一天呢 就在他们家的后花园里啊 发现一块儿长相非常奇特的石头 他一看这个石头 拿来当燕台不错啊 于是他就把这个燕台 拿去给他的父亲看 你们猜 他的父亲是怎么说的 父亲应该是对他说 是天燕也 有燕之德 耳不足于形啊 还将他送给了苏氏 让他好好保存 说得太好了 于是啊 他就在这个燕台的背后 刻下了他的领悟 一寿其成而不可更 意思就是说 不要轻易地 因为外界的需求而 改变自己的智性 打扰了 刚才我听诸位说到了 苏寻父子三人 我想问你们 你们可曾知道 成夫人的故事吗 知道啊 苏氏一门能出三姐 是离不开他的付出 和教诲的 我们每三人都想好的 是不是 对 可是 直到最后 他也没有能够看到自己 两个成才的孩子啊 甚是遗憾 我倒不这么认为 在成事送他的两个孩子 附近赶考分别的时候呢 他说 二子必不负无志 所以在他的心里 他的两个孩子 早已经成才了 真的吗 甚好 甚好啊 苏公您看 当年您曾经用 木甲山三峰 来比喻你们父子三人 各自的品性 今天后人 见木甲山堂 其实 就是为了 纪念三苏 闻风鼎智 您再看这堂前的对联 书窗正对 云洞起 从举出磅 幽黄灾 这其实 就是后人 对你们父子三人 文章道德的景仰 我在想 历经千年 你们父子三人 栽下的这棵文化之树 直到今天 还根深夜望 这是后世之幸啊 回首向蓝笑四处 浮沉中风不为然 迎着命运的烽火 人生一缕度偏见 再放雨细雨风火 总是会高阔万绝 闻眼穿越千年 借负真心 借负真心 回首向蓝笑四处 浮沉中风不为然 迎着命运的风波 人生一缕度偏线 台风越雪越灯火 总是会豪破万绝 闻眼穿越千年 借负真心 欲河山